哈喽大家好我是Seltzer 不然高兴我们今天再度透过旗舰影片来跟各位聊一款非常经典的车子 这款车子目前是全世界第一台用最快的速度创下百万年销量的车款 也是目前全世界卖最好的单一车种 这样各位是否已经知道是哪一款车了呢 如果你还猜不出来的话 那么真的是该打屁股了 因为这款车子上山下海走遍世界各地 哪怕是阿富汗哪怕是非洲 乃至于美国的大都会都会看到这个车系的声音 这个车子也是很多国家很多地区很多市场单一车种常年的销售冠军 讲到这里我相信你应该已经知道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车了 对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各位介绍Toyota Corolla这款车子 但是我们当然不是要把corolla第一代介绍最后一代 因为这个总共现在几个世代我也搞不是很清楚了 但是很妙的是我们今天找来两台corolla 这两台车的世代我将看一下大概差了七个世代六个世代左右 这两台车子对于台湾这个地方的意义也算是相当的重大 究竟我们今天带来拿两台corolla来跟各位好好聊聊 corolla这台车的历史呢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角 我们今天主角呢是要跟各位介绍这款第二代的corolla 底盘代号是E20 那么我们身后呢如果你有在关注我的影片就知道 身后呢是我这个近期才买到的E90的corolla 我们这两台车呢会一起入境 一起来跟各位讲讲corolla这台车它的发展 还有在这两台车有什么开发理念的不同 那我们在讲corolla这台车之前 我们先来跟各位讲讲为什么 Toyota开发corolla这款车子 其实Toyota在做乘用车的历史 不算是非常的久远 你如果比起Pugel比起Benz 它不算是久远 但是呢它在日本车来讲也算是蛮早期的 Toyota最早的车是1930年代 去仿制的这个ToyotaAA这个车子 那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Toyota做了一款小车叫做Torpeto SA 不过那个也算是一个试探性的作品 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百费巨星 百费代星 那个时候日本的消费力很差 真正Toyota要做出一款像话的成功车是什么呢 我们一般是以1955年第一代皇冠诞生的时候为背景 皇冠那个时候的背景是这样子 日本大概它的经济在1950年代的中期 前中期开始慢慢的蓬勃发展 因为我们知道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那么日本一开始当然是非常的破败 如果各位有看过一个日剧 阿信就会知道那个年代是非常的贫苦 可是呢熬久了 尤其是后来发生了1949年的朝鲜战争 那也有人讲说韩战 那么韩战呢使得日本的景气开始复苏 那日本各项的本来很多禁令 包括像轿车的生产禁令 还有石油的禁令呢 纷纷的解除造成日本的一波景气的繁荣 当时时声叫做神武景气 神武景气呢带给了日本的消费者相当大的一个注意 就是说民间的消费力大增啊 当时有家电三神器 电冰箱电视器还有洗衣机啊 满足了日常家庭的生活需求 同一时呢日本政府也提出了所谓的所得倍增计划 让日本民众的收入呢组渐的提升 那各位这时候就想到了嘛 哎呀既然我的家电都已经买好了 那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当然就是买车啦 不过这时候对于日本来说呢 车子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东西哦 日本第一次车展是1954年在日比谷公园举办的全日本汽车展啊 当然后来就是东京车展啊 当时呢展出了非常多的车子 而且呢据说啦 当时展期10天呢吸引了100多万人次去参观哦 可见当时日本人民对于汽车的渴望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 刚刚讲Toyota第一台像话的乘用车呢 是Toyota的皇冠 因为Toyota它蛮厉害的哦 像当时的其他车厂 米兹比许啊跟日产 他们是啊这个我们华语讲起来 叫做失疑之常乙之疑啊 我直接去跟海外的车厂去合作 来学习你组装生产汽车的know how 包括像伊苏鲁包括像Hino 当年都是这样的 Toyota没有 Toyota呢就是印证我们当年阿扁的名言 马特拉布拉我们自己啦 Toyota是自己去开发的哦 皇冠这个车就在这个前理之下呢 在没有借助这些洋人的技术之下 Toyota自己把它给做出来 所以呢1995年也被日本车子 称为是日本乘用车的纪元 就是以皇冠这个车子为一个发端哦 不过皇冠这个车子一开始 并不是那么的顺利哦 第一个皇冠这个车它有很多画世代的一个设计 比方说它的底盘 它的底盘呢是针对轿车 针对乘用车去开发的大梁型的底盘 各位说哎不对啊 我们现在说单体式车身 为什么那个时候用大梁呢 因为那个时候的路很烂啊 比我们现在拍片的路还要烂100万倍啊 所以那个时候对于烂路的这个乘用 这个舒适性 还有这个耐久性呢 都是非常的要求的 所以大部分的车子包括那个时候打都上啊 那时候其他车都用卡车底盘 修改成这个轿车底盘来的 所以车子第一个不舒服 那么皇冠这个车它的跨世代的东西是什么呢 它是专门用乘用车的方式去设计它这个底盘 可是呢就造成车市场一个很大的怀疑啊 哎你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耐用啊 你东西到底行不行啊 为了米平这些怀疑 TOTA在皇冠推出来的时候 还同时推出另外一款车 就是用传统那种卡车的大梁做的 叫Torpeto Master 结果呢 车市场买了之后发现 哎呦皇冠这个车还挺耐用的哦 还挺行的哦 所以呢很快的Torpeto Master这个车子就停产了 那么就留下皇冠这台车子 而且皇冠这个车销路也是越来越好 那各位一定很好奇啊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Carola这个车子 为什么要扯到皇冠呢 各位不要急哦 我们刚刚讲的Master 等一下还要再登场一下 Torpeto在皇冠这边取到了甜头 可是皇冠这个车毕竟是法人用车 比方说企业老板的车子啦 比方说这个技能车车行的车子啦 那一般民众买不起嘛 Torpeto也知道 嗯我们应该要做一款 一般民众买得起的车子 不过就是它的对手跑得比较快 是什么呢 日产的达多桑 那时候达多桑呢 透过跟先前奥斯汀这间英国车厂的合作呢 达多桑已经取得如何去生产一台汽车的know how 并且呢推出了所谓达多桑第一代的车型 我们叫达多桑110 110这个车子呢 它虽然它的底盘还是来自于卡车的底盘 不过这个车小巧精致 最重要这个车子非常的便宜啊 那么Torota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立刻就下达一个军令就是给我打败日产 那可是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推出款车怎么办呢 因为它不希望达多上这个车越卖越好建立这个口碑啊 所以Torota希望可以减短它的研发时间 平平那时候Torota它同一时间有两个开发计划 它犹豫不决 一个是大众车型 就是像我们这种Cara这种比较面向 平面化的一个车型 一个是比较高级的车型 比较大众平面化车型叫做Publica 比较高阶的车型叫做Corona 没错就是后来推出那个Corona 那时候Torota决定赌一把 把Publica这个研发计划呢 推迟一下 让Corona提前上路 那要让它怎么样提前上路呢 一个最笨的方法 我们刚刚讲 1955年皇冠上市之后的一年 Torpeto Master 它停产了 那Torota就觉得说停产了 那太可惜了 它的模具 它的生产工具呢 我们把它拿来用用好了 于是从Torpeto Master的东西 修改修改变成Torpeto的Corona 第一代的Corona就这样来了 结果这个车一上市 市场评价相当的不理想 大家觉得说 第一个这个车又本又满 而且它的外形设计又怪怪的 最重要是这个车品质不好 然后因为它是从比较大台的这种 货车底盘修过来的 这种小型的乘用车 它非常的不适合乘用车的地方很多 所以这款车 完全不是达桌上的对手 甚至那时候日常还很开心 哈哈你推出这样的车子 我们赶快来改款 所以达桌上推出了210的车型 卖的是更加的好 这时候Torota也不得不认输啊 哎呀我们要赶快 针对Corona这个问题 推出解决之道 首先第一个呢 它针对Corona 推出一些小幅的改款 那么另外一个是 它也推出所谓的 Publica这个车子 Publica这个车子也蛮好玩的 它这个车子的名称呢 它就是Publica跟Car两个字的结合 意思是大众车 这也不是Torota自己发明出来 当时它去公众去募名 那募得了这个名称出来 各位你不要以为说 那Torota是不是很偷懒 其实我跟各位说 这是一个技巧 因为你透过了这个 真名的方式 你可以让民众知道 哎呦你有一台车子要上市了 哎呦你有一台车子要上市了 据说那时候Torota收到了 一百多万份的牧名信过来 就是真牧名称的信过来 所以Publica这个车子 它在还没上市之前 就引发了相当热烈的一个关注 后来等到Publica上市了之后呢 Torota还为了Publica这个车子 成立了新的经销商体系 如果你对日本车有研究的话 你就会知道 Torota曾经有好多个经销体系 在那个时候呢 本来只有一个Torpet 后来呢为了Publica 成立了Publica店 结果Publica上市之后呢 又不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Publica当时Torota觉得说 反正我这车要做的便宜嘛 我这车要做的经济嘛 所以呢他就不计任何代价 把车价压得很低 的确他压得非常的低哦 低到那个日常看了多傻眼 你怎么可以把这个车做的这么便宜啊 结果因为这个车配备实在太烂了 引擎实在是太慢了 所以市场不买单 Torota很头痛 本来Torota他希望说Publica 一个月可以卖3000台 结果呢只卖了1000多台 后来Torota佐世又想 好吧大家如果真的对于这台车的配备 真的有意见的话呢 那我们就把配备弄豪华一点 结果还真是如此 等到Publica推出比较高阶的Deluxe车款呢 它的销量马上翻了一倍 后来Publica这个车又推出了货车的版本 箱形车的版本呢 最后它的销量才慢慢达到Torota 原本预期的目标 不过呢这离Torota 他希望做的大众车 还有一番的距离 所以这个任务呢交给谁呢 就交给了Corona这台车 第一代的车型来接棒 另外一方面呢 Corona那边的状况又是怎么样呢 Corona他第一代卖了灰头土脸啊 然后后来达州上又推出一个 所谓的210达州上210的改款 叫做Bluebird 第一代的Bluebird 310 310出来之后呢 销量也是非常的好 那Torota决定了我们Corona 要推出大改款 推出第二代的Corona 那第二代Corona呢 Torota信心满满 我们一定可以做出来品质 非常好的车子 结果这个车子啊 推出来又遇到一堆品质的问题啊 然后被大家笑啊 你这个Corona这个车就是不行啊 对此Torota呢痛定失痛啊 决定把他品质做一个大幅的提升 在他小改款的时候呢 推出一系列叫做折磨系的广告 什么叫折磨系的广告啊 就是把第二代的Corona带去海边啊 去给他冲刺啊 甚至打他从高空这样坠下来 还可以让他继续开 推到三个五下去继续开啊 彻底的在电视 在收音机 在电台上面播放 播放了一年之久 成功的洗脑消费者 接受Corona这台车子 是一台品质好 值得信赖一台大众型的车款 也在这个时候呢 Torota终于把Blue Butter 拉下销售冠军的宝座 成为Corona成为单一车种销售冠军 那么我们跟各位扯那么多 是因为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Carola这台车 它诞生的前提 基本上它就是介于 Publica跟Corona中间的这个位置啊 可是它的同一对手 也不是吃饱生的没事干的啊 也不是这个吃素的 Nissan它也知道 听说Torota要搞一台 Carola这台车子 我们要先发自人 既然Blue Butter这个车子卖得不错 Nissan也决定要推出个 Blue Butter再小一点的车子 就是所谓的Sony 第一代的Sony呢 Nissan就去学当初 Torota在搞Publica的方式 而我们也去向那个公众去争名 结果呢 这次Nissan它争到的这个慕名性 比当初的Publica更多 也成功地打开它的这个知名度啊 而且呢 这个车子取名取得真好 为什么它叫Sony呢 因为你去看第一代的Sony B10的Sony 它的玻璃非常的大 所以它车子里面非常的明亮 空间非常的棒 非常的阳光 所以这个车子真是车如其名啊 果不其然 Sony一开始上市的时候呢 哇 大家民众趋之若鹜啊 Sony是什么时候上市呢 是在1966年那时候上市的啊 销量非常的好 而且呢 同一时间其他对手 像Subaru啊 像Mazda 纷纷推出这种1000cc等级的家庭轿轿车 所以那个时候呢 1966年就被称为家庭用车的纪元 日文叫做my car元年 就是属于我自己的车的元年 因为我们刚刚讲 在神无景气之后呢 三大加建神迹逐渐普及了 民众的所得倍增了 大家就希望可以买一台属于自己的家庭房车 Carola第一代车型就在这个时候诞生了 但是呢 他是后发 他如何确保他先制呢 其实当初啊 Carola在发表的时候 他的这个Toyota公司的社长 他自己发下好语 我们这个车要月销三万台 这个数字讲出来啊 台下人全部惊呆了 你怎么可能做到这事情啊 结果他在上市的三年就达到这个数字了 为什么呢 我们常说啊 这个成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略 Toyota非常聪明啊 当初的Sony也好了 Familia也好了 Subaru的这个前驱FF也好呢 都是1000cc的车子 我Carola呢 要跟他与众不同 所以他一开始第一代标榜 我是plus1000cc的余裕 这个是这个直接讲日文啊 就是你做1000 我做1100 所以我的性能比你强 而且他在新车发表之前的50天 就开始密集的铺广告 密集的宣传 在电头宣传 在电视宣传 在收音机宣传 形成他在上市前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注目度啊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我们刚刚讲 他社长这番支持啊 很聪明啊 因为当时有很多媒体唱衰 怎么可能 你Toyota那个时候 就算是销售冠军的CORONA 一个月才卖2万台而已 你Toyota一年的 一个月最大的产量也才5万台 怎么可能CORONA 这个车一上市就可以做到3万台呢 是不是很多人唱衰 结果正因为这些人唱衰 所以呢 这个车子的报道非常的多 反而更多民众知道 Toyota一台CORONA 这个车子要诞生了 那各位是不是有想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Toyota要取名这台车 叫CORONA呢 其实这个答案非常简单 你去看英文的中文意思 Toyota我们刚刚讲 第一台车叫什么叫做黄冠CORONA 再来CORONA叫做什么 叫做日冕 就是太阳的那个外环 那你当然可以翻译叫做光冠 所以呢CORONA叫什么 叫做花冠 所以你看它的LOGO 是不是一个一朵花上面在一个冠呢 相对的 后来推出的所谓的Silica Camry 是什么Camry就叫做冠 就是那个冠的意思 所以这个车子的车名 也可以呼应到前面的CORONA 这样子一气呵成下来 并且第一代的CORONA 它完全符合当时大家对于一台 自己喜欢的想要买的车子的一个审美观 所以这个车子一开始推出来就卖的非常的好 而且蛮妙的是 一开始第一代的CORONA 只有双门的轿车 那后来因为销量实在太好了 所以它在销售的中间 在1968年1969年的时候 推出了双张车叫做SPRINTER 对如果你对同文之地有印象就知道 SPRINTER是什么车 A186全名叫做CORONA SPRINTER A186 SPRINTER A186 这个SPRINTER变成一个双升车出来 那么销量越大越高越来越高 很快还就击败它自家的CORONA 成为日本单一车种销售冠军 一直做了30几年后来才在21世纪 被Panda的FIT给打败 当然现在CORONA已经不是销售冠军了 现在日本的销售冠军可能是KCAR 可能是这种先辈型的小车 当然这是现在因为轿车不流行的关系 好那么既然在第一代CORONA得到这么大的成功之后 第二代的CORONA它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思维 非常简单 在1964年日本有一个不得了的大事情 是什么东京奥运 我们知道在此前2020年有所谓东京奥运 但是实际上因为疫情的关系 它变到2021年才去举办 当年东京奥运让日本突飞猛进 除了把东京的油轨电车取消掉之外 第二代也通车了新干线东海到新干线还有什么 还有东明高速日本高速公路的开始 那么日本在那个时候进入到了高速公路的时代 所以第二代的CORONA它有个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说它必须要兼顾高速行驶的安定性跟稳定性 还有舒适性 所以第二代的CORONA它的车长车宽都比第一代来的大 可是它的车高反而是缩小的 那么在外形上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台是属于比较前期的版本 在台湾前期的版本的CORONA比较少见 这个是1972年式的 台湾大部分见到是1973年式的比较多 因为那个时候开放进口的量比较大一点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讲 那第二代的CORONA外型跟第一代CORONA外型 长得算是蛮像的 可是第二代CORONA它主推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四门的轿车 那它双门的轿车就开始演化出去 双门的轿车外型稍微点不大一样 而且外型更加的流畅更加的Sporty 内装也是 好那我们接着再跟各位讲一下它外观上有什么学问 首先这一代的车型 台湾在当年是有正式引进的 台湾是从1968年开始限度开放 有限度开放进口车 到了1971年全面开放 所以第一代的CORONA 因为当年6869 70是有限额的开放 所以第一代的CORONA在这些配合的考量之下 台湾的代理商和泰是没有正式引进的 但是台湾有留学生带进来 我在路上看过两次 台湾正式引进的是第二代的车型 那么第二代的车型 台湾的规格是什么规格各位猜得出来吗 是冲绳的规格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台湾的CORONA 它的后置镜是在前面这边 所谓的叶子版后置镜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是美规的话会在A住这个地方 但是台贵的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坦白说 这个它有个坏处 像我们在台湾呢 你摩托车很多 所以你的这个死角 摩托车比较容易看得到 可是你倒车是抓不到距离的 然后再来它的外形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是 它这边多了两根进气口 各位猜得出来这是什么进气口吗 你说它是引擎的进气口 不是 它是里面通风的进气口 因为第一代的CORONA被很多人诟病说 它里面的通风不良 所以第二代直接把进气口坐在这边 避免这边剥离起雾 尤其是在这个天气冷热交接的时候 容易被温差的关系做起雾 这个地方呢 加大了它的进气口 各位觉得这不是现在的尝试吗 当然现在不是挖在这边 现在是在引擎室里面做一个通风 在以前那个年代 这个算是很少见很高级的设计 除了之外呢 还有就是它侧面的线条 比起第一代更加的圆润 更加的动感更加的流畅 那么还有它侧面呢 以前第一代喔 第一代前面的进气之所以会差 是因为它第一代这边有一个三角窗 它前面的进气 是从这边三角窗进去的 可是呢 那个效果不是很大 尤其你车子没有在动 或是时速很慢的时候 效果非常不好 这代把它改成一整块的玻璃 当然你不能怪第一代 因为这一整块的玻璃呢 在当时的技术来讲 算是比较高成本的喔 那相对的 它因为前面进气量变大了 所以在这一代的车型 它后面这边 各位这个不是装好看的喔 这个是车子里面的这个排气 这个空气要出来的这个排气的管道 这是排气孔 也就是成为这一代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啊 除此之外呢 它的车尾 来我们来看到它的车尾 因为这一代 它是做四门轿车为主打 双门比较运动化 所以它一样跟上一代喔 比较差异它在于说 它的后面 比较像一个hatchback 当然也有讲叫notchback 的一个造型 看起来好像是个先背车 其实它是一台轿车 而且这个车子 它的行李箱空间表现还不错 因为它这个车子 它的这个 这个行李箱的深度 还算是蛮深的喔 我们实际上拍起来看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车子行李箱空间还蛮大 然后呢 我们在车尾可以看到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喔 这个车的尾灯 这个尾灯是美规的 我们刚刚讲喔 那台湾的规格是冲绳的规格 照来说不该有这个美规的反光片 因为Carola呢 在1966年的10月一发表之后 马上就外销到北美 而且卖得相当的不错 卖得相当的棒 那各位会说 为什么这台车配的是美规的尾灯 我在猜啦 应该是这个日规 就是冲绳规格的尾灯没了 所以呢才去用这个代用品 但是在台湾的路上 真的是很罕见 其实台湾会进冲绳规格 不令人意外 因为冲绳是在1972年呢 才算是丢给日本去管理啦 那么冲绳的气候跟台湾的气候 其实差不多都是海岛型的 然后都是温暖多雨 潮湿的一个天气高热 所以台湾当时进口的这些日本车啦 不管是山林或是Toyota Super都是冲绳规格的 换句话说啦 冲绳如果没有的Toyota 台湾也不会进到 那所以这个车子 应该是属于冲绳的规格 而且更妙的是喔 我们这台车子的车主 刚刚还让我看一下 这台车当初的进口的关单 这台车的车型啊 我们刚刚说 第一代的Carola呢 它是plus1000的余裕 所以呢这个车子 它是排气量比人家多1000cc 那么到了第二代的时候呢 它做了一个新的变革 而是说它的引擎车 它在第二代上市之前的半年 第一代后期 它的引擎做了一番的变革 推出了改良型的K系列引擎 这台车的引擎啊 其实也有蛮多学问 可以跟各位讲的 我们一起来打开引擎盖 一起来给各位看一下喔 好 各位请等我一下 这台车子喔 这台车子它的引擎 来给各位拍个特效 这个车的引擎它叫做3K 那其实当初在第二代Carola 推出来之前的半年 第一代做的小改款的时候 它的3K的引擎 它分成三种规格 一个叫3K 最入门的 再来叫做3KB 再来叫3KB 再来叫3KD 3KD是最高输出的 分别输出68P 73P跟77P 那这一颗引擎 根据我们车主讲法 它这一颗已经属于3KD 3KB 应该就是中间那个规格 属于73P马力的规格 那么这一颗引擎 一直用到我们台湾后来卖的瑞斯 就是商用车 它是属于5K 甚至到了ZSurf 它也算是5K的一个引擎的设计 所以这个引擎的设计呢 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然后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代的Carola 它在中期的改款的时候 它的引擎组 改成了T系列的引擎 改成2T系列的引擎 改成2T系列引擎 T系列引擎 它的排向是更大一些 但是呢 它的转速的输出的方式不一样 各位要了解 K系列引擎跟T系列引擎 它都是所谓OHV的顶制图轮丑的设计 但是T系列当初它有标榜 它已经很接近双图轮丑OHC的 这种输出的方式了 所以T系列这颗引擎 算是跑车型的引擎 后来就搭带在 所谓的Selica 跟Carina 比较性能化的车款 那Carola 依旧是以K系列 跟T系列 这两个引擎作为主打诉求 台湾当年 因为要考虑到它的经济性 所以台湾正式进口的Carola 都是配所谓的K系列引擎 主要就是这颗3K引擎 那我们看到这个引擎室里面可以看到 这个当年的引擎室呢 非常的精洁 就是简单讲起来就是因无尽无啦 那Carola这个车子 它我记得它比较高阶的车款 是配前通风碟 但是入门的车款 应该就已经有前叠了 我记得要到小一点的Publica 才是四轮古上 那我刚刚实际上路这样开 我觉得这个车的煞车也还OK啦 也还算是煞得住 那么引擎室里面呢 当然是我们刚刚讲非常的精洁 甚至这个附水箱 都是后来才另外一家 当年没有附水箱这种东西 因为当年的气候 就算是冲绳台湾 也都没有这么的炎热 这个附水箱是后来才加的 那包括像这个冷气啊 发电机什么的 感觉是后来才加的 不过我们在关单上面有看到 这台车当初它进口的时候 有原装冷气 可是我记得这台车 应该是原厂就没有设计冷气 所以它可能是原装的外挂冷气 我们等一下呢 这个到车内里面 给各位看一下它的内装的时候 各位就会发现 这真的是原装冷气吗 坦白说我也有点怀疑 好 然后关于这个引擎室 还有一个学问可以跟各位讲 像刚刚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们在开引擎盖的时候 怎么分了两次去开呢 因为它这个引擎盖很特别 来我们请摄影呢 绕到另外一边来 来你过来这边 你来拍一下这个结构 各位你看哦 这个停杆 各位注意看哦 我现在把它往上拉一点 好 然后我把它往下 它这样子整个引擎盖就会关起来 那我如果打开引擎盖的时候呢 你注意看 它这个连杆它就会掉下来 然后它就会卡住了 有没有很聪明 这样就卡住了 那我把它关起来 再把它往上拉 把它拉到底 它那个星星 然后有没有看到它就会被撞开 然后这样就可以整个关起来了 这种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巧妙 因为我曾经有开过第三代的卡罗拉 第三代的卡罗拉在台湾非常的稀有 那我那一台车子就没有这个设计 没想到这台第二代有这个设计 这个设计万年不会坏 你不得不佩服 Tolta真的是很会造车 这也是车主跟我讲的 我才发现了 哦原来这个车有这么神奇的地方 好 我们再把这个引擎盖把它给盖起来 当然各位说这个车外观这么漂亮 当然它是重考期的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里面 它的引擎室里面 也有所谓的这个不同颜色的漆 因为当年这种颜色的漆 可能是不存在 当年的漆没有办法那么亮 不过没有关系 我觉得老车 换一换颜色 换换心情换换口味 其实也是不错的 好接着我们再来进入它的内装 来跟各位讲讲它内装有什么学问 这代的卡罗拉呢 它希望提升它的质感 所以它的外形虽然跟第一代差不多 可是它内装经典的部分还蛮大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它的玻璃 它的玻璃已经变成一整块的 没有三角窗之外呢 它里面的设计 来我们来特写一下它这个椅 这个椅子呢 它全车系都是标配头枕一体式的 第一代的头枕是 我们敏南话叫哪有哪有 这一代呢 它的头枕就已经做了这种一体式 而且还蛮运动化 甚至它这边都有一个 卡罗拉的一个字样 虚在这边 当然这个是比较高阶的车型 以台湾当年进口车来讲 应该不是长接种车 这个椅子应该是后来才换的 这个我要再确认一下 然后它的后座 当然就没有所谓的头枕 它主要强调的是前座的头枕 另外就是可以发现它的安全带 它安全带造型非常的诡异 来我坐进来给各位看一下 它的安全带在这个地方 你说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算是有点外挂 其实当年没有3.4的安全带 当年还是2.4的 但是进来台湾之后 必须要应用台湾的法规 改成3.4的安全带 所以它的安全带才会觉得 怎么它不是对在B柱这边 因为原厂的设计是没有3.4的安全带 这是后来才加的 甚至还有一批运动化的车型 我记得是双门 台湾当年也有进双门的 双门它的安全带 是直接内建在椅背上面的 那种车型我也有看过 好这是我们简单讲一下它的座椅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仪表板 来我们来特写一下 各位说它的仪表板怎么没有转速表呢 转速表要运动化的车型 比方说要Levin那种车型才会有转速表 好那这个我来拿 各位不好意思 现在换我接手了 它的转速表没有 这个当年在日规转速表要高阶的车型 运动化好像要1400SL才能选配 或是你要到Levin这个车型才能选配 那一般的版本大概就讲这样的 就是一边是这个时速表 然后一边是油表 然后有这个电瓶灯压力灯 还有这个水温这个东西算是相当的简洁 那么中间这边 中间这个不得了 这个东西各位有没有看懂 这个是当年的收音机 当年的收音机只有AM 然后呢 这个是记忆选台 这个东西非常的精巧 具体原理是什么 我不是很清楚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这边是它的通风 这个不算是冷气 这个没有压缩的开关 这只是通风一个风扇而已 它的冷气是在下面这边 这个看起来是外挂 所以它的进口观众说 它有原装冷气 所以我在想 难道它指的是这个吗 因为这个看起来不像是原装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很神奇的 这个是外挂 这是它外挂的音响 这个我们看到是戈勒的音响 然后它有这个大袋 这个不知道还可以听 可以听的话 这个音质应该是非常的复古 那当然复古的不只是这个 还有它的所谓这个方向盘 这个方向盘呢 不要怀疑 这个车是没有动力方向盘的 而且这个车是后驱的 Carola到这个时候还是后驱 Carola到80代的时候 才有出现前驱的车型 那么至于这个车子引擎发起来怎么样 其实就跟瑞士这个车子发起来的声音是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来发动一下引擎 没关系我继续拿 它这个车子引擎状况相当的好 一发就起来 其实就是一个卡车的引擎 听起来来来来来 那个声音 然后呢 它的这个转速拉得相当快 因为它是OHV的 如果各位你在台湾有开过瑞士这个车子呢 你就会很熟悉这个引擎声音啦 那我们为了省油 我们还是先把它给洗掉 然后呢 它的这个排档杆 排档杆各位看到 它的排档杆是歪一边的 这个是有它的学问 当初它的排档杆 第一代的排档杆是比较后面一点 第二代把这排档杆往前拉一点 所以它第二代的高阶一点的车款 中间这边有一个置物盒可以选配 这在当前算是一个不得了的设计 但是这台车因为进口到台湾的配备 没那么好 所以这个就少了这个配备 算是有点可惜 我当初我看了一台第三代 是美国留学生带回来台湾的 它就有这个置物盒的空间 我觉得在当前讲算是一个巧思 然后这边就是所谓的这个手套箱 里面的空间也算是不错 那你会说那杯价在哪里 对不起 那个年代没有杯价不杯价这种东西 那至于它前面的视野 其实我觉得它前面的视野不错 它的这个板红玻璃相当的抖直 那么所以它的雨刷的速度虽然不快 可是看的东西像是相当的清晰 而且这个车的车内空间不大 这个车的车内空间可能match都比它大很多 这个车你说要挤四个活人 我觉得是还OK 但是你说要第五个人要进去就有点难 然后各位可以发现 我们现在这样子看 它的这个前面的后视镜的距离 其实看的东西真的是不多 坦白讲就是堪用而已 如果是美规的话 我们讲美规是A柱后视镜 我反而觉得这种小车A柱后视镜 比较好用 因为你可以去抓到后面倒车的距离 那你说那摩托车怎么办呢 这种小车其实侧面的死角很小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说侧面有什么东西跑出 而且那个年代车其实是开不快 你看它的时数表 它时数表表底才160 这不是英里啊 这是公里啊 这个是冲绳规格 所以它不是走英里表 如果这个车开到160英里不得了 这车子会飞了 好那至于它内装里面还有什么豪华配备 答案是没有 其实这个年代啊 有这个遮阳板 还有这个安全带 还有这个灯车的扶手 已经算是相当的不错了 你说那阅读灯在哪里 对不起 那个年代基本上没有阅读灯这种东西 好的 这是我们跟各位简单的讲一下 这个它的前座的内装的东西 接着呢 我们说这台车子可以坐四个大人在里面 那我们来试一下它后座的空间怎么样 它后座其实我觉得还好妙 前面是我的驾驶姿势 因为这个车子刚刚是我开过来的 我勉强开过来的 然后呢 看一下后座的空间 你看我呢还是勉强啦 坦白讲我勉强 为什么 因为它后面的椅垫比较下沉一些 所以你看我的腿部 勉强啦 你说要做个市区短途的是ok 当然当然大家不会去计较这种东西 当然大家有车座觉得相当不错 而且我们从这边还可以看到 它连这个椅子的后面都有Carola的花冠的徽章 来我们镜头拍一下 这个后面这边还有一个这个花冠的徽章 算是做得很大 另外一个是什么 来我们镜头再进来一下 它这边竟然还有个烟灰缸 有没有看到它这边还有个烟灰缸 很妙 它只有这边有 这个左侧的椅子的后面就没有烟灰缸 所以它是给右后的乘客来抽烟的 日本人是这个很重视烟灰缸的 当然因为它里面为了要空间的关系 所以你看这边凸了一块 这个是硬的 这就是它的轮拱 所以你说这个车子中间要在坐第三个人 非常的困难 就算是当年可能营养没有像我们现在那么好 要坐下三个人不容易 不过很厉害的是什么 来我们镜头再进来一次 你看我的头部空间 以我的身高1米82来讲 我头部空间非常的游人有余 不要忘了这一代的车型是比上一代的车高降低了大概0.5公分 大概0.5公分 应该1公分到我忘了 反正比较低 可是它的头部的空间是比上一代更好 这是因为它的椅子 还有它的车顶的造型的关系 所以这一代的乘坐空间 不管是长度宽度还是高度 都比上一代有明显的改善 这是它Toyota设计的很高明的一个地方 好我们接着再到外面去 那么这一款车型我们一开始有跟各位讲过 这款车型在目前台湾的路上并不多见 因为呢 这台车子是1972年式的 那台湾呢 当时虽然已经全面开放进口车 可是当时的代理商和泰 还是对于这个车子没有抱持非常乐观的一个态度 他希望说反正我们就是稳稳的卖 一直到1973年 因为他确定1972年这个车大卖 所以1973年这个车子疯狂的进来 这个车子不要说1973年当时 我后来我在 就是因为这个车子年纪跟我算是差不多了 那后来我以前在上学的那个年代 我还在我家附近 那个时候已经是90年代的时候 我还在我家附近 还有看到这个车子还在动 一手车还在动 你就可以想象的到当年这个车卖了多好 甚至我们现在在台湾 要看到这一代的Carola在车具上面出现 也不是很困难 当年这个车子我如果记得 没错 当年这个车子一开始售价是14万台币 14万台币是个什么概念呢 当年这个车子 到这边来 当年这个车子 它是卖给医生 卖给一些小企业组的 当年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月薪800块钱 公务员一个月的月薪大概1000块钱台币 所以这个车子对于一般来讲 你要不吃不喝大概10年你才买得起 可是呢 因为当时台湾对于汽车的需求 非常的供不应求 因为台湾呢 我们刚刚讲日本在1950代经历的 所谓神无景气 台湾第一波的经济起飞 也在1960年代的后期 1970年代前期开始爆发 所以那个时候台湾的车子是供不应求了 那时候Toyota和泰在台湾卖车 到底卖的有多厉害呢 据说当时以台湾所有的企业来讲 何泰是缴税的第二名 第一名是谁 中华航空公司卖飞机票的 第二名就是何泰 所以当时何泰这个车子卖了 我在猜啦 它的年销量应该有个好几千台 甚至可能到万台都有可能 但是我没有相关的数据 只能说这个车子是当时的单一车总销售冠军 进口车单一车总销售冠军 也难怪啦 这个车子当时这么的升值人心 比较可惜的是 1974年的 我记得大概4月的时候 有关当局就因为说 也要保护外汇的名义 禁止了日本车进口 所以这个车子呢 就占别台湾车谈 所以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基本上在台湾就没有 因为呢 那个时候刚好就是日本车禁止进口 台湾要开放日本车进口 是到1997年 台湾加入WTO 基于WTO的会归 重新开放了日本车进口 那么正式从海外引进这个Carola呢 你说从日本引进 要到前一阵子的Carola Sport 就是ORIS 但是呢 你说我身后这台Carola又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在1987年那个时候 美国就找了台湾这边有万当鱼去泡泡茶 小兄弟啊 你们台湾的衣服家电品 赚了咱们这么多外汇啊 你是不是要给我们一点贸易的逆差取平衡的空间 所以那时候呢 在美国爸爸的这个这个建议之下 台湾呢就开放了所谓的美制的日本车子进来 当时其实啊 这个是1910啊 当时其实最早进来的不是1910啊 是182 A182的Carola FX 就是上一代的 那那个车子卖的不多 因为它是三门的 那真的卖的比较多是这一款 这款在台湾俗人叫做俊杰的Carola 那么俊杰Carola这个车子呢 算是跟这台车的观念性就是什么 这台车子在1974年年初已经最会批之后 四门的Carola就暂时离开台湾的车坛了 要一直到这个时候 1988年的时候 重新进口了美规的Carola 那么才有四门的车型才重回台湾市场 不过呢 虽然他们中间间隔了14年左右 但是呢 这台车子完全不如使命啊 这款车子呢 一上市就是成为台湾的单一进口车种销售冠军 卖的非常非常好 当年这个车子非常的风靡 而且各位要了解 这一代的Carola跟那个时候 我们看到旁边这台Carola 它的设计里面完全不一样 这一代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第二代的Carola 它的车型的设计就是一台经济实惠的国民车 它内装的质感是大幅的越近 只是可惜啊 在台湾呢 因为E80的Carola只有那一批的CarolaFX 所以你可以对照的这个车型并不是很多 所以台湾人感觉不出来这个车子到底高级到哪里 可是如果你真的有去看过AE86 同一进的AE80 你会发觉AE86里面内装的质感 跟这一代的质感完全不能比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好了 来 我们请镜头一起动我过来 这一代的车型有个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的门板 它的门板是软的 来拍一下 门板是软的 有没有看到 各位你这个时候就算是BMW E36 E39 这个门板都不是软的 这一块是软的 你光看这你就知道 这个车的质感非常的高 当然我们内装也是稍微给它带一下 我们镜头带一下这内装 内装的质感呢 坦白说乍看之下不输皇冠 当然啦 细部还是输皇冠 因为毕竟这个车子的售价跟皇冠差了那么多 但是它整体的质感比起上一代提升了非常非常多 也难怪这个车子当初一开始台湾只有进单一的车型 依然是单一车总销售冠军 那么我们这一台呢是后期的版本 就是1989年改款的1990年式 这个时候呢最主要的外形的差异就是它车头 车头原本是头塔标 TYOTA改成了牛头标的轻的企业识别标示 这个时候呢还是卖得非常好 丝毫没有因为它是一个产品中后期的车子 所以它的销量就是能下跌 那么Carola在台湾的进口车的销售神话 一直维持到它的下一代100 乃至于下一代的1110 1110台湾俗称叫做GOAR GOAR那个时候因为台湾同级的日系 在台湾生产的车子战斗力实在太强 所以呢它的销量开始受到一些影响 之后的E120就台湾俗称的Carola Autis 重新回到台湾市场 并且呢是以台湾当地生产的方式呢 一举顺利拿下单一车的销售冠军 并且一直坐稳冠军宝座做到 好像去年还是前年被自家的Carola Cross给取代掉 但是呢Carola这个车子始终都是台湾轿车的销售冠军 其实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 我们车主大方的提供他这台 刚买没有很久的老的Carola 让我们来拍这一期的影片 我们透过这两台Carola来对比 各位就不难发现 为什么Carola这个车子可以在全世界卖的那么好 可以这么的升值人心啊 Tolta这个车厂它很厉害 它知道你消费者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我都给你 你不要的我不会多给你 所以也有些人批评说日本车没有什么个性 因为欧洲车呢常常就是所谓的超越期待 像德国车它的特性就是说 你不要东西我要给你 但是呢你会爱上我 那法国车就是不一样 你不要东西我要给你 但是你不一定会爱上我 所以喜欢法国车的人毕竟是少数 但是我觉得啦 以款产品来说 我会比较喜欢日本车这种调性 我要什么 你给我什么就好了 我不要的东西 你也不用多给我什么 Tolta就是这样子 才达到它的成功之道 当然还有Tolta 其他厉害的地方 再来说它的品质 你看一台车子 这是1972年的 我们影片拍摄 拍摄的现在是2024年 52年 一台52年的车子 到现在还是活蹦乱跳的 你就可以知道Tolta这个车厂 品质有多好 而且它的零件取得 还没有到很难 还没有说 像有些品牌车子 你要自己想办法 你要自己想用带用件 或自己去打造 Tolta还不用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Tolta这个品牌 可以成为世界No.1的品牌 可以这么生殖人心 可以这么吸引消费者上门 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今天呢 透过1972年的Carola 还有1990年的Carola 这两台相差了将近20年的Carola 也是距今 一个是34年 一个是52年 来跟各位好好聊聊 Carola这台车子的演变 以及Carola这台车 当时为什么会诞生 希望大家呢 透过我们今天的影片 也可以对Carola这个车子 有了明确的了解 如果你手上有什么有趣的车子 也非常欢迎各位 大方的借给我们来拍七车影片 让我们透过七车影片 透过这种影片的方式 来跟各位聊聊更多 更有趣的汽车故事 我们今天再次感谢我们车友 大方的出借这台Carola 提供给我们 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是Celsior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